从酒店门童到国际五星级酒店总经理,二十年间辗转全球多个酒店,十年前被派回中国任职,四十岁来到心中的朝圣地兰州工作。 80后马来西亚华人廖昆伟前半生的酒店生涯犹如影视剧般精彩。 作为兰州凯越酒店总经理的他,近日接受中心设计的专访,讲述了他二十年来从事酒店行业的别样情怀。 祖籍中国广东朝善,作为乔三代的廖昆伟,出生在华人居住较多的马来西亚槟城州,自小寿家中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,处世有一套规矩。 喜好旅游交友的廖昆伟,决定将这份爱好变成职业,于是前往澳大利亚攻读酒店管理专业。 随后,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,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。 我学习东西比人家快,因为人家下班的时候其实我在学习,那当时英文也不好,我每天都会拿着报纸,英文报纸,每天会去我的这个运营总监的面前去读,读英文给他听。 那从那边我就慢慢开始就把我的英文练出来了。 2010年,廖昆伟被派往中国成都任管理职位。 中外文化差异成为了摆在面前的蓝路虎。 为了尽快融入群体,他每天练习中文。 我现在,现在我不帮我自己当作是海外的婆人,因为我已经是融入了这个整个社会的群体里面了。 有时我回到新加坡,我妈说你都已经是真正的中国人了。 我说是啊,我现在就变成了中国人,我说你不是吧。 2020年,廖昆伟来到兰州凯越酒店。 千年古斯路文化,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,以及疫情后中国西北旅游市场的异军突起。 这里,成为了他推广国际文化旅游交流的理想之地。 我其实最主要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讲的就是心,真正的心与人交代,真正的心与每个人的沟通,真正的心与每个人打交代,我觉得会赢到大众的认可。 我会把这种不同美食的概念,把它带给兰州的不同的群体们。 廖昆伟希望不仅要把甘肃美食推广至世界,还要将国际餐饮理念与西北文化、特色食材结合,将原汁原味的国际美食分享给中国食客。 他所在的酒店于2020年举办了马来西亚娘惹美食节。 未来,他还将推出泰国、西班牙等国际美食文化节,并以此为纽带促进甘肃与世界多地、多领域合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